国际焦点先提供给您最新消息 根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清确定将在明天访问北韩 预计在平壤停留两天 而这将是普清时隔长达24年 再度踏上北韩的领土 由于双方近期在军事上互动相当的频繁 所以预料这一次跟金正恩的会面 将会触及军事合作的议题 而普清在离开北韩之后 将会在19号转往越南访问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的最新消息 而说到了普清的俄乌战争 我们来看乌克兰和平峰会落幕了 乌克兰提出说只要俄罗斯撤军 就可以立刻展开和平谈判 不过会后的联合公报 有14个国家并没有签署 连泽伦斯基喊话要中国大陆帮忙 大陆官媒也是反应冷淡 而普清也设下和谈条件 要求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 乌军自走炮 不断轰炸俄军位置 还秀出使用美元的标枪飞弹 德法军援的米兰反战车飞弹 对付俄军 西方给的武器 自从在五月底解除警户阻抗 作战效果更好了 尤其在哈尔科夫战线 有效阻止来自俄罗斯 贝尔哥罗德的攻击 只不过在这乌克兰第二大城还是战得很艰辛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乌克兰前线大缺兵 现在就算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兵们 也能发挥莫大作用 不可错放 头发胡子花白 还有点老花 但是这些阿贝籍的军人们 就算跑得气喘吁吁 照样实弹操演 在壕沟中跑上跑下 戴号就叫老爹 这位曾在采石场工作的大叔 如今已经准备好随时上战场 而像他这样的人还真不少 乌克兰打算把真兵年龄下修至二十五岁 上线则到六十岁 就是希望士林一南都上战场 毕竟这一场仗还看不到尽头 战继续打该谈的还是要谈 乌克兰主导的第一次和平峰会 在瑞士举行 九十多国参加声援乌克兰谈停战 开出了和谈条件 主张要俄罗斯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俄军无条件的撤军 其他还包含要由乌克兰重掌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扎波罗热核厂 以及要释放战争期间 被俄罗斯掳走了大量孩童等等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邀 但是也提出自己的条件 他要求乌克兰军队撤出俄罗斯片面占领的四个区 并且要放弃加入北约 这条件被欧盟痛批太阿拔 怒哄普清根本没诚意要谈 但是俄罗斯又是一贯说辞 把错都推给乌克兰 俄乌共事没交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公开点名 要中国大陆出手帮忙 希望中国能当乌克兰的朋友 但这似乎已经不可能 因为大陆官媒之一的环球时报社论直接批评 和平峰会就是一场西方选边站的会议 收效甚为 而且从公报签署国来看 的确是壁垒分明 和俄罗斯友好的国家全部没签公报 而此时俄罗斯国内还有新的危机 六名与ISIS有关的嫌犯挟持了监狱两名警卫 虽然被当场击毙 但是疑似是和三月份的音乐厅恐攻案有关 极端恐攻犯罪持续蠢动 TVBS新闻综合播放 好我们继续要带您来关注的就是 以哈战争了 那么以色列每天现在说有这样子的一个 技术停火协议 但是纳坦雅胡表示不能接受 所以依旧能在拉法的这边 炮火猛烈攻击 这是以色列国防军日前在加萨南部拉法西侧扫荡的镜头 过程中还是得花费大把的时间搜索各个角落 这次又在不起眼的民宅中发现哈马斯武器 哈马斯成员在拉法四窜 有时还会在墙壁凿洞 方便移动穿梭 只是以色列明明聚焦拉法作战 却又突然在十六号宣布在该区 实施每天十一小时的战术停火 不了消息才公布以色列就爆出内讧 不只极右派大表莫满还传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也浑然不知 凸显以色列内部也面临混乱 不过战术停火前 以军确实经历近日最大规模的阵亡 一辆搭载工兵的装甲车 十五号行径拉法后突然爆炸 那样成八死悲剧 其中一名阵亡的以色列士兵 年仅二十一岁 他的父亲在葬礼上说出 令人心碎的道词 以色列总理一面致哀 一面强调这场仗还是会继续下去 问题目前不止加萨 以军和北部黎巴嫩真主党的情势 也逐渐升温 CNN报导黎巴嫩真主党 最近还忙着大内宣 大肆播放各种朝以色列的摄旦画面 真主党语气超硬 并也因为以哈战争以来 乙军声称 击比超过三百名真主党成员 日前真主党高阶指挥官之死 也一举点燃真主党怒火 真主党军力比哈马斯强 并握有老大哥伊朗 提供范围可涵盖 台拉维夫的长车飞弹 真主党日前就在宣传片声称 摧毁掉一个乙军的铁穹发射器 一名黎巴嫩退降形容真主党 现在学习能力强 以色列恐怕大一不得 就怕情势失控 很快演变成更大规模的区域冲突 以色列公布真主党累计 已经对他们发射五千枚以上的弹药 若未来真的事态升级 他们也不会坐以待毙 而伦敦智库则分析 不论哈马斯还是真主党这类组织 最终盘算的还是自己而非人民 也就是相关的谈判 若无法保障哈马斯的长久存在 他们就不会轻易接受停火 老百姓无疑是最大牺牲品 加萨中部城市迪尔巴拉 日前又惨遭无情炮轰 由于目前正值穆斯林载生节 居民不敢相信一年前 还能全家团圆 如今确实家破人亡 也新闻送口报道 这次镜头转往美国来看的是 美国打劫商家的情况 似乎是越来越严重 加州一间珠宝店 被二十多个黑衣人闯入 不到三分钟 把珠宝洗劫一抠 美国的治安持续恶化 追根究底还是通膨状况 太严重 穷的人越来越穷 根据最近的统计 美国人平均每年至少要赚 289万台币 才升得上市 手头宽裕 但实际上薪资中位数 只有大约185万台币 也就是大部分的人 还是活得非常辛苦 光天化日之下 一群黑衣人蜂涌而来 他们用榔头敲碎了商家的玻璃门 更多黑衣人跟着闯入 算一算大概二十多人 连门口店员的手机也不放过 直接硬抢 接着黑衣人突破第二道门 进入珠宝店内 眼前所有的玻璃展示柜 全都砸碎 里面的珠宝首饰一股闹 搜刮进袋子 这群人分头搜刮 而且动作闲熟 破门而入到抢完 逃离现场前后 不超过三分钟 这是上周三发生 在美国加州的零元团购 至今警方只逮捕了少数的嫌犯 全美国类似惩案早就见怪不怪 现在歹徒连这个也能偷 没错就是电动车的充电站 监视器画面就拍下 两名歹徒到充电站不充电 而是用油压键 把充电站的插头 连同电线剪断偷走 原来是为了盗卖里面 值钱的铜线 算一算一座充电站 歹徒顶多得手几千元台币 却给电动车主带来诸多不便 现在美国最让人头痛的 还是商店抢劫 美国许多连锁百货巨头 已经考虑让员工配置 秘露器 希望贺阻犯罪 但恐怕是防君子 不防小人 林元购不只是犯罪问题 更是经济衍生问题 吊诡的是美国人 实质薪资一直在涨 活不下去 就是因为生活开销 涨得更快 根据统计全美国 单身者年收入的中位数约合台币一百八十五万 但有调查认为要过得舒服 至少得赚两百八十九万台币 短少这一百万 就是能自由支配或是储蓄的预算 如果从维持最低生活所需的薪资来看 最昂贵的州就是夏威夷 因为商品要从本土海运 每年得花超过三百六十万台币 再来就是全美国住房成本最高的麻州 一年没有赚个两百八十万 别想活下去 加州跟纽约也是同样贵得吓人 至于最便宜的则是中西部的密西西比州 每年生活费只需要大概一百四十八万台币 比夏威夷的一半还要少 不过经济数字仿佛是平行世界 美国五月份的通膨率年增百分之三点三 低于预期 住房成本跟医疗用品却还在涨价 通膨有好转的迹象 连准会总该要降息了吧 没有想到连准会却意外转因 本来预料今年可能会降息三次 变成只有一次 甚至还有人悲观认为一次都没有 连准会十二间分行之一的 克里夫兰分行长 也被CNN主播追问还在等什么 换而言之连准会大概就是认为 只要高利率没有妨碍到经济发展 就没有降息的诱因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更加加高利率的 股票是在那些跌势的跌势上 连到2%的跌势上 然后它可能会应该 应该想想想想想想 准备了那些阻止 财政部长叶伦也赶紧信心喊话 就怕市场席带破灭 会影响到经济表现 体会前作报导 再来看日本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盖高楼 统计到2023年底 全日本有近1700栋的超高层大楼 主要集中在三大都会区 而日本在2000年以后 积极的推动都更 在开发案的东京就占了三成 修缮费用成本高 也让不少居民开始不喜欢住高楼 而在神户市则是反其道而行 禁止市中心新建高楼住宅 原因是人口减少 加上老年化 高楼大厦很可能变废墟 市中心闹区高楼林立 不只是经贸大楼 还有一般住宅也盖高楼层 这是大家对东京的印象 居住在这里的居民 住高楼大厦也习以为常 而日本推动百年都市计划 2000年以后积极推动都更 以高层大楼的翻新 包含外墙 拉皮 阳台防水等等设施 费用不断提高 再加上老年化 很多原来住在高层楼住户 开始有不同思考 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 高楼层一栋栋盖 到了2023年底 全日本有将近 1700栋超高层大楼 主要集中在三大都会区 而在经济成长期 前后新建 屋林三十年以上 占超高层大楼的一成 屋林二十年 在十年要做大规模翻修的高楼 更达到三成 高楼大厦 收散费用昂贵 要年长住户拿钱出来补贴 收散就是一大难题 日本他们在整个一个 大的都会里面 他们其实会做定期的 一个所谓的都更 可以带动很多相关的 这些产业的再度发展 比方说你先上水泥业也好 钢筋业也好 就能够创造所谓的就业机会 他们这长达的计划是 二三十年的一个计划 那所以他的经费 已经补助到那边 但是因为现在整个状况 又改变了 包括我们在讲说 少子高龄化这些状况 现在未来 其实大家越来越不想住 这个高楼住宅的原因 全球大都市的市中心都一地难求 亦有土地都会尽快 新建高楼大厦 但在日本神户市 反其道而行 禁止在市中心部分地方 新建公寓大厦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 人口不断减少 2011年神户人口 达到巅峰后 根据总务省数字 2023年神户人口 年减6235人 跌幅位居日本最高 就是说他们避免人口 一直往市中心去挤 然后导致说你市交的房子 被闲置变成废墟 其实日本就有现在这个状况 就是偏乡的房子没人要 但是市中心的房价一直在涨 房租也一直在涨 我觉得他的问题是在于说 他的产业发展不平衡 日本人口老化严重 再加上出生率也逐年减低 避免盖高楼成了文字馆 还得付出庞大修缮费用 都市计划不得不逆风 而且日本的住宅屋顶房路 五年补一次 十年大修一次 外墙是十年翻修一次 对比台湾老屋重建速度 似乎慢了好几拍 就是说政府奖励企业 但政府奖励企业这当中 他们其实有很多的 所谓的法律规范 让你不要私相授受 那但是在台湾经常就会走偏道 有时候我真的是 其实我想要改革这个地方 我想要都更这地方 到后来大家会质疑说 你的钱是不是流到某一些 特定人士的手上去了 在整个就是都市的 包括建筑的这些法规 这些相关里面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定期的 一个去思考 我们在什么时候 我们是不是必须有些大楼 有些地方 可以重新把它打掉再盖 看看日本他们在做的事情 跟想想我们自己现在的状况 日本想要大型住宅 带来人口迁徙或是税金 恐怕难持久 不过反观台湾现况 都更速度 虽然远远比不上日本的都市 修缮速度 但台湾往中南部推动科学园区 工业区带来的人口迁徙 确实达到成效 台湾一直把产业引导到 这个中南部的这个比较 房价没那么高的地方 所以它可以平衡 那个城乡的发展 但是日本这一部分 做的不是很好 以台湾来看 虽然都市不断翻新盖大楼 但老宅的安全性 恐怕才是必须得尽快处理的问题之一 TVB新闻 尹远海 刘津 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